台南市警义分局警员朱进廷,协助五岁走时难撞找到家人。 记者黄轩汉翻社,分享。 台南市郑姓男子与有人在东区小东路一家叛考店聚餐聊天, 五岁儿子自行走时到附近东光路,被热心民众报警协巡, 男同一时找不到父亲,焦急地眼眶泛泪, 远警先安抚他情绪,陪同男同在附近携巡, 15分钟后发现男同父亲及有人也在东光路找人,父子欢喜重逢。 警方告诫郑富英随时注意五岁男同杭宗后,将男同交由郑富带回, 由小朋友走失了。 市警义分局庄竟派出所警员朱进廷、廖彦廷, 本月7日零点多执行巡逻勤务,在东光路二段上接获民众报案, 有一名孩童神情慌张,可能是走失需警方协助, 远警到场发现五岁的男同独自在路上徘徊。 朱,廖主动上前关怀,男同语言不详, 只告诉警方,不久前他和爸爸在附近吃饭,但无法清楚表达父亲姓名, 男同交集的眼眶犯类,远警先安抚他慌张情绪, 并陪同男同于附近小吃店及周边找寻。 约15分钟后,远警发现男同父亲及有人, 也到东光路附近找人,父子拥抱欢喜重逢。 郑富表示,他六日晚间带住小孩到小东路上的探考店和有人聚餐, 要离开的时候,才发现小儿子不见了, 他和有人分头找寻味过,正准备前往派出所报案协巡逝, 在路上与儿子相遇。